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音樂真的很神奇 他帶你飛出這個演藏 這次的角色是做過校長 有一個感覺 如果那些先生不放棄 那些學生一定會變好 他說要拍的 這套電影 當然他說要多些時間去消化 因為有一場戲 其實是很長的對白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學習障礙 這個是我覺得是困難的 我很想你給自己一個機會 為自己熱血一次 我是幻想不到 你音樂這麼厲害 但原來你也有你比較弱的部分 但想不到盧露可以一次過讀完 他太太告訴我們 原來他用了兩個星期 而不只是讀 很有情感地表達出來 多謝 我差不多懂得懂 我不懂寫詞 我照抄你們的名字 不懂得懂 年輕人 無論覺得自己的限制是多少 但不要被這件事去限制自己 你要分析 你為什麼錯錯了 你要改 改了然後再錯都不要緊 繼續改 始終你可以到達你的目標 或者學到你想學的東西 因為他很相信音樂可以改變 學生的生命 當盧校長就告訴他 我們營weg合長團 需要一些時間 吳代蓉就載了個計數機 所廢不存在 知不知得 那攝相機為什麼我 pis 為甚麼 paper 這就是我親生的經歷 幾年前我們都想去祝福一些 社會上被遺棄的人 當然拍電影是需要資金 那位判士又拿個計數機到下來獨 她說夠一條命 要這麼多錢 那時候有種激氣 又有種傷感 我很記得我寫了給盧貫廷那句話 我看劇本的時候很希望這個校長是她做的 當年我不是一個全面的歌手的時候 她如何慢慢培養我 她對音樂是一個頗熱誠 她對社會也是一個很有贊心的人 我這次就是演一個校監 我其實是一個地產商 比較試乎一點 只懂得計數 令劉德華有很多難度 在《Ping》中我飾演Ms.Pong 是一個很有名國際音樂學院的校監 我覺得劉先生人很好 因為她一點都沒有天王巨星的架子 給人特別舒服的感覺 特別好 她們就是由西區的三間中央好式的演員合唱 這次其實就是一個合唱團比賽的籌委會主席 我不知道誰邀請 我只是聽了兩個名字 一個是關順暉 一個是劉德華 你不能拒絕 這次是做一個很嚴重的角色 我是一個合唱團的指揮 是一個很嚴肅 要求很高的一個人 大聲是什麼呢 MF MF真的大聲少少 幸好有李Sir 有一個很好的合唱團的指揮 教我們 我就在她後面偷師 看看是怎樣指的 她很厲害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音樂本來看起來好像指四拍 我自己指揮都指兩拍 MF已經自讀了兩拍 我覺得很厲害 有一場令我很難忘 羅孝監準備開車 離開停車場的時候 劉德華就走出來 截著車 如果她不給我 我就走開走過去 她就走 因為前面 下雨 還要配合她走出來的車 還要轉左 走到左邊 右手邊 就是要這樣 這樣才截停 我說好 不過你真的要小心 結果劉先生就去試 試完之後 也能配合 正如劉德華說過 現在很多電影 是跟民間沒有關係 現在我覺得《熱血合唱團》 這個戲是跟民間有關的 臨到一天了 由今早7點半發完妝之後 就坐在那裡一路臨走 學校就怕了 都好像做了一次老師一樣 都好像真的有一班小龍學 希望今次大家 活得開心 因為郝老師鼓勵我 我才學表演最後做演員 所以我覺得郝老師對學生的一生很重要 怕一部戲激勵年輕人 這個我絕對有同感 首先我覺得這個戲很勵志 還有因為動用了很多年輕人 她的電影是有娛樂性的 但她很想在娛樂性後面 鼓勵到別人 這個是挺難得的 它是一個很感性 在劇本上生活的氣息很高 所以我自己都很期待 當這部戲展完之後 出來的產品是怎樣 其實這部電影是一個老師的熱血 去改變學生 學生改變家長 家長改變這個世界 風格文字 し到夢 çocuk 震動